哈喽,各位大小朋友,你们好 我是青蛙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在线上为各位大小朋友讲故事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这一个故事 书名为有色人种 它是由杰后母、无理哀所写还有所花 另外由张树穷所翻译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故事 有色人种 我是黑人,出生的时候皮肤是黑色 你是白人,出生的时候皮肤是粉红色 我长大以后皮肤是黑色 你长大以后皮肤变成白色 我晒太阳以后皮肤是黑色 你晒太阳以后皮肤变成红色 我冷的时候皮肤是黑色 你冷的时候皮肤冻成蓝色 我害怕的时候皮肤变成绿色 我上天堂以后皮肤是黑色 你上天堂以后皮肤变成灰色 你居然说我是有色人种 各位大小朋友 这故事是不是挺有意思呢? 不管我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我们也许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哦 那各位大小朋友 不晓得当你听了这个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 故事结束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 还有朋友 分享你的想法好吗? 在这里清文老师有一个温馨的小小提醒 如果你喜欢这一个故事 请记得购买一本正版的绘本 以示对作者和出版社的感恩 谢谢他们为我们 编写了这么好听的故事 好吗? 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啦 拜拜